美国政府关门继续,但政府长期的关门已经导致了严重后果,特朗普也有点快撑不住,妥协也就成为了不得已的选择。 根据报道,特朗普接连在推特上喊委屈,声称自己是伟大的总统,却遭遇了不公平待遇,但是就算再喊委屈,对手还是不会让步的,为了避免政府长期关门引发更大的危机。 特朗普决定妥协了,当地时间周六,特朗普宣布愿意在驱赶移民问题上做出让步,也就是为那些非法移民提供三年的保护期。 针对特朗普的妥协,民主党直接拒绝接受。虽然特朗普妥协的效果不明显,但美国面临的移民压力却增加了。 美国《星岛奇报》1月18日透露,第二波近2000人的移民大军又集结完毕,开始向美墨边境进发了。 根据报道,当地时间1月15日,大约有1700多宏都拉斯人加入了移民队伍。 同时,100多名萨尔瓦多人加入了移民队伍。 根据报道,这2000多名怀揣美国梦者,乘坐大棚车,准备冒着各种风险形成1000多英里,最终到达美墨边境。 专家指出,近2000多名移民,最终能够到达美墨边境的人数不得而知。 但这显然也是对特朗普的一种考验。 特朗普主动向民主党妥协,为了非法移民提供过渡期,显然是鼓舞那些移民者。 修墙拨款难通过,特朗普甚至动用了私权报复,现在又主动妥协。 但是招数用尽了,民主党依然不愿让步。 特朗普陷入了困境,如何转移矛盾成为了其必须考量的内容。 事实上,特朗普的困境就是美国当前的困境,内部矛盾激化。 各种冲突随时爆发,空心化严重,外部遭遇霸权危机,美国正在为自己的帝国还能持续多久发愁。 当然,美国不会主动接受世界第二的位置。 美国前总统就说过,美国绝对不当世界第二,要永远拥有霸权,霸权危机。 美国必然会采取破坏的手段转移矛盾,世界再重新洗牌。 难免引起一些动荡,美国集盟有政治体制动摇,经济上陷入衰退。 唯一的办法就是转移国内矛盾,发动侵略战争。 美联储掌控住美国的一切。 特朗普代表的美国政府,只是美联储的奴隶。 不过,这个奴隶相对其他国家来讲地位显得高一点。 美国政府尽管雄兵百万,可以发动全球战争,但必须让美联储默许才能开战。 战争的费用,必须由美联储来解决。 如果解决不了,亦或美联储不能通过战争捞到好处,美军只能找美国政府报仗。 但美国政府只有发债权,没有美超发行权。 很多时候,都是由美国政府向它的同盟借债打仗,而美联储有利可图就暗中捞一把。 没有时,反正也不关他们的事,由美国政府向全世界去掠夺,如今,世道轮回。 阴阳交替。 美国政府的信誉都每况愈下,没有谁愿意用肉包子打这条狗了,也打不起。 美债成为烫手山芋,谁也不想接手。 于是,特朗普开始找自己的奴隶主诉苦了,哀求奴隶主美联储可不是那么容易感动的。 只要不碰造弊权,美国政府爱打发的。 其他都与我无关,要钱没有。 有本事自己去抢,搞得特朗普修个围墙也没有号召力。 郁闷无比,无异于愤怒的小鸟。 行了,你们都来打压我。 我干脆关门谢业,看谁好得过谁。 事实上,美国已经开始通过茉莉花革命等途径转移矛盾和国内危机,希望通过打跑别的国家,维持自己的霸主地位。 美国疯狂转移矛盾,可能导致世界局势更加复杂。 类似乌克兰危机、伊朗危机、叙利亚危机之类的危机将会夺发。 另外,美国转移矛盾,甚至不择手段地推到现有国际规则,必然给国际秩序造成极大的冲击。 从而引发多重危机,对于美国可能采取的危险动作。 世界上爱好和平者必须团结一致共同应对,否则,代价将会非常的沉重。 妥协被拒,又遭新压力。 特朗普底牌不多,转移矛盾或将有危险动作。 你这么看? 欢迎讨论交流。